好我们来看这个10.2的练习题啊 这个是平移的 so要用AA'的这个平移来把整个图像给移动 像这个的话呢是往左移一格往上移两格 你每一个顶点都去看 往右移一格往上两格 往右一格往上两格 往右一格往上两格 把顶点啊这个四个顶点的话呢 就把四个顶点都都定好那个位置之后呢 再把它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这一题啊 你看往右一格往下三格 往右一格往下三格 往右一格往下三格 这个往右一格往下三格 把这四个顶点也定好了之后 再把它连接起来 OK啦 虽然有点没力没钱 OK 这一过后呢 他要你先移动AA' 再移动BB' 连着移啊 不是 不是从原向都从原向移 所以也就是说 他第一个呢 是往左一格往下四格 左一格下四格 左一格下四格 就画到这个红色的这个 Cohost B呢是往右两格往下一格 往右两格往下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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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会画出蓝色的那个了 OK 所以AA'就会去画到红色 BB'就会画到蓝色 接下来就是连着下去画 像这个呢就是A 如果你画AA'就会画到黑色的那个了 不不不不蓝色那个 过后呢你要连着从蓝色那个 再做BB'左一格下两格画到黑色的 不是从原相又再一次的从原相呢 画BB' 所以如果你是从原相再画BB' 就会得到红色的这个了 OK 所以要注意它是经过平移之后 再继续的平移 OK 所以是连续下去 如果它是给虚偶的情形 你就要算格子了 负三二 上面的负代表往左 下面的二代表往上 所以呢 往左移三格 我们看这个顶点 往左移三格 往上两格 每一个顶点都一样 往左三格往上两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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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画出红色的这个图了 这个也是一样 往左三格往上两格 然后又画出红色的这个 再来这一题呢 他先算他他先平移三负一 所以往右三格往下一格 你就会画出红色的这个八卦了 哎呦这个叫八卦 是八边形的 八边形 这个就不是正八边形 因为他打斜的那个是比较短的 这个 这有点像八卦的形状 不过八卦的形状好像是正八边形 好像是正八边 这个是没有正的 然后呢 过后呢 再往 再做负五 负五 三 负五就往右 往左 所以往左五格 一二三四五 再往上三格 然后呢 就会画出蓝色的那个啦 OK 所以他是有顺序的一个区分啦 这样子画 这个是红色 过后呢 再画出蓝色 这样子 OK 再来这个呢 看一下啊 所以先 往右三格 往下一格 往右三格 往右三格 往下一格 就会画出黑色的那个 过后呢 再从黑色那里继续往左五格 往上三格 就会画出红色的那里 就会画出红色的啦 OK啊 没有问题啊 这一个呢 应该是先画红色的嘛 我继续记得 所以 往左两格 往下三格 你就画出红色的那个啦 过后呢 他要 对 Y等于X来反射 你又先画这个打鞋的这个Y等于X 过后再算格子 你就会把那个蓝 就从红色 反射 变成了蓝色那个啦 就只是移动一点点而已啦 再来这一题 第十题 一样的 他先 平移 往左两格 往下三格 就会画出 红色的那个啦 红色的那个 过后反射呢 也是Y等X 反射过后 你就会画到蓝色的那个 轴上的就没有移动啦 然后其余的你就算格子啦 然后对过来 所以就会得到蓝色的那个 OK 来画图 就大概是结束了啦 过后呢 我们第十一题开始呢 就几乎是用算的 用算的啊 这样A经过了平移负二四 你就会去到五负三 我们知道前面两个相交等于后面 所以这个五呢 减负二就会得到七 负三减四就会得到负七 这样这个A点呢 就是A负七啦 OK 再来第十二题 平移呢 他会得到五负一 去到了六负三 那我们要先算一下那个平移啦 这个平移的话呢 我们用后减钱 六减五得到一 注意的是你的平移 必须要上下写 虽然很多同学讲 老师左边减左边啊 右边减右边 左边减左边写左边啊 这样子不是方便 是 你就很方便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标准的写法 因为平移已经是规定好了 要上下了 对不对 你左右是点吗 上下是平移吗 如果你左右又是平移 左右又是点 这样就很乱啊 对不对 你写的到这个到底是平移 还是在写点 我们就会弄不清楚啦 虽然你是讲 我看得出来 虽然你是看得出来 但是我们已经规定好了 这样你比较平移的时候 你就换成上下写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不会乱 对不对 点的话是左右的 OK 这个要搞清楚啊 这样这边也要上下写了 然后呢 二零 这个二零 因为同样的平移 去了哪里呢 二加一得到三 零减二得到负二 所以这个三负二 就会是他那个相了 这个就是你们的答案 OK P点经过 P点三五经过了 负二负一平移 再过负三三平移 去到P' 请问PP'的平移 是怎么样算 那其实这个P点在哪里不重要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平移的话呢 两次平移 我们两次平移相加就可以了 负二减三就会得到负五 负一加三就会得到二 所以负五二就会是他那个总平移 所以我连这个三五我都不要用 因为没有用了 基本上如果你 你有三五 你可以去算出P' 那个P'的点在那里 但是因为他的问题只是问P' P'的平移 我没有必要去找他的点 所以我这边我就没有去 去把那个点标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我直接把那两个平移加在一起了 第十四题 八负一经过平移 二负三 这个又再一次的注意了 平移必须要上下写的 虽然你左右写很方便 左边加左边右边加右边好像很方便 但是这个不是标准的写法 八加二等于十 负一减三得到负四 所以这个平移应该没有问题 过后再经过AA'的平移 就会去到这个Q66 也就是说这个十负四 就会去到这个66 还有记得要挂五 那个点虽然是左右写 但是还是要有挂五的 然后这个平移是上下写 也有挂五的 OK 那这个平移 这个平移注意了 上下写 上下写 这个平移负四十 怎样得到呢 后减钱 六减十得到负四 六减负四 就是六加四得到十 所以这个负四十是正确的 只是请你上下写 你讲说 这个叫AA' 上面有箭头 代表它的是一个项量 第十五题 A是2-3 经过3-2的平移 再经过Y-7-X的反射 那我们先做平移的话呢 就加起来2加3得到5 -5减2就会得到 -3减2得到-5 这个Y等于X的反射就对掉 Y等于-X的反射就对掉了之后再补负 OK 5-5去后面再补负 得到-5 -5去前面再补负 就会得到正5 这个这么巧 其实这 如果你画那个线 5-5在这里 那刚好它其实经过这条线 我们经过这个轴基本上是没有移动的了 所以其实 如果你画图你也可以看到出来 它其实在同一个点 不意外 因为它这个 这个点的确是在那个反射轴上面的 B的话呢 把这两个反射跟平移对掉顺序 先做反射 我们看一下 先做反射的话 2-3就会变成3-2 -3拉前来变3 2拉过去后面变2 再做平移3-2 3加3得到6 -2减2得到-4 所以呢 这个6-4 是下面的答案 所以你会看到这两个不同的 如果两次都是平移 对掉就一样 如果一直平移 一直反射 对掉就不同的 如果是反射 我记得如果是x轴反射 再做y轴反射 对掉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的反射是x等于y y等于x y等于-x 这些就不一定一样的 好像是这样 可能有时候会一样 有时候不一样 总之你要去试过 试过才懂 第16题 若平移2623 注意啦 上下写 关回它上下写 然后呢 经过y轴反射 最好你在后面 再这样子写嘛 经过y轴反射 就会去到c-25 这是y轴反射 这样子 然后呢 然后因为我们的y轴反射 它的这个会复变增 增变负 所以就可以判断出b是25 它判断出b是25的时候呢 再倒推a 因为2减2就得到0 5减3就会得到2 所以呢 为什么呢 它是先算b 再算a了 就是从c那边倒推回来的一个意思 这样子 第17题 如果p先经过y轴 x轴反射 再经过平移ab 再经过x轴 再反射变成p' 请问我们可以不可以用一个平移来代表 很鬼复杂 我们先假设p点是叫xy 经过x轴反射 它就会变成x-y 经过这个平移ab 它就会变成x加a 负y加b 再经过这个x轴反射 它的y这边 又会变 補了一个负 就会变成 负y变y 加b就变减b 如果你从前面直接去看后面 你就会发现到 它的x加了一个a 它的y减了一个b 所以其实我可以用平移a负b 来表达整个三次的一个变换 可以也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平移 就是a负b的一个平移 ok 第8题也是一样的做法 你先设p是xy 经过y等于x反射 我们知道它会前后对调 再经过平移ab 我们y就加a 我们的x就加b 再经过y等于x反射 它又前后对调 就会变成x加b y加a 如果我看前根后 xy变成x加b y加a 也就是说我可以用一个平移ba 来代表它 ok 结论中文字幕志愿者